客人 在家防疫 當然也要吃肉材有力氣 食尚玩家購物 都讓大家幫你們轉變變囉 節目裡介紹的好東西 上網盡量點別客氣 慢慢逛 只在食尚玩家購物喔 Let's go 那我們這邊有這個調查 這幾種天兵讓我氣到吐血 來 第一條是什麼呢 什麼 金金大條 這個我們要來問趙哥 這個 我跟你講 真的這輩子 做這個演藝圈這麼久 還第一次發生這個事情 但是有的時候都聽聽 想想笑一笑就算 那我這個人基本上 遇到天兵的事其實蠻多 但我都記不住 為什麼 我有個驚於腦 大概就幾秒鐘就過 三秒 對 那最近因為我戲拍得比較多 我遇到這個化妝師 真的是了不起 前面定妝什麼都沒問題 然後真的之後就開始出外景去拍了 拍的那一天我是第三天的戲 那 通常我們男生化妝比較簡單 就是保濕加隔離 再開始再擦 對 擦第一層的時候我就覺得怪 我就沒講話 我就稍微臉動作閃一下 通常敏銳的化妝師知道 藝人如果閃一下一定是 怎麼了 我是不是化太粗 太大力 還是你哪邊有問題 但是他沒有反應過來 他就接第二 擦第二下的時候 我就講一句話 我說為什麼今天的保濕 有點怪怪的 哎唷厲害 試試的 專業的 對 可是第一下沒有 那為什麼會擦第二下才有 因為我這邊有刮鬍子 我早上起床一定會刮鬍子 所以基本上這邊有微創的傷口 會有一些刮鬍刀刮過 所以再擦以後 他說不會啊 就再擦 我不行 好痛 真的好痛 刺激的感覺 刺激的感覺 刺激的 刺激的味道 對 他一看 就拿化妝水給我看 他自己掀開 他嚇一跳 對不起 是酒精 好帥 G-O-N-G 你今天怎麼會有愛 他請問你的興趣 什麼興趣 喝酒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 皮膚吸收比較快 我們出外景 因為他帶的那個化妝鏡 在外面風沙吹 難免就會髒 那髒了 他會拿酒精 先去要 先消毒一次 他把酒精的那個容器的罐子 跟他的保濕罐子 長得差不多 他拿太快了 就拿到酒精來噴了 他噴到上面有厲害 我當場一聽他這樣講完 我就瞪他 我說你在幹什麼 他就當場也跪在地上 他也沒什麼客氣 跪 他就跪在地上 趙哥對不起 你罵我吧 我一看他跪了 又是女生 就罵不下去 算了 他如果是男生的話 如果今天是你 你就死定了 你就是 你就是 沒到哪裡去了 我告訴你 幸好不是你 我一看他這樣子 想說算了 原來趙哥也有心軟的一面 當然 今天換作是你 我也原諒你 他是看到沒 他會心軟 對 真的 想到就有氣 你如果有傷口 我那個酒精一碰到那整個事了 真的受不了 整個會嚇一跳 我的代辦助理 因為我那個助理 同一個嗎 不是同一個 那個馬來西亞爸爸生病 他現在代辦助理 他有一天 看他眼睛紅得跟兔子一樣 他早上起床 眼睛眼鏡 一撞 激進失明 他整夜泡在雙氧水裡面 天啊 怎麼那麼小 對 就是有時候一迷糊了 就搞不清楚 對 搞不清楚 以前我也有游泳過 有一次唸書的時候 眼睛很乾 然後就 雙氧水跟時間水放在旁邊 然後上課上一半就點進去 然後是雙氧水 哇 好痛喔 他會失明耶 好可怕 有的人是那個 那個早上起床就迷迷糊糊的 然後摸摸要 有的人早上起床 不是要點那個 鹽藥水的習慣嗎 是 一點 哇 劇痛 拿到綠油精 太瞎了 綠油精 小楊 你呢 對 是 小楊哥 他當製作人當酒人 一路走來天兵不斷 對 其實 我剛才想起來 他剛剛講隔離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我們不是 那個男子偶像唱跳團體 警行聽男孩 對 正式要發片 正式要發片 有沒有 而且還是一個國際性的唱片公司 就是在幫我們發片 我們的發片記者會 還請到桃子姐來主持 你知道嗎 Yes 一切都具備好了 那個 準備要出唱片了 第一個禮拜 那個宣傳的那個通告 滿滿滿 滿滿 排得非常好 感覺就是台版的 SMAP 就是一群巨星即將誕生 謝謝 不得了 就在我們上完第一個通告之後 趙哥得了H1N1 對 真的假的 台灣第一個藝人 台灣第一位 藝人 然後我們就在家隔離一個禮拜 所有的通告全部取消 可以按掉 真的 其實他就是我們的天兵 不是 我也不喜歡得H1N1 我怎麼會知道 他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喜歡去一些複雜的場所 你一定要放屁 你在家裡 你在家裡 發片之前 應該要把自己隔離在家裡 就是害怕生病 對 因為夏場就花了那麼多時間 那麼多錢來準備這一攤 H1N1 我也不願意 我也不曉得當時怎麼會種這個 而且很奇怪 那個時候你發佩錢 我就跟你千交代萬交代 叫你不要去養雞場 他就是去養雞場 被雞傳染到 對啊 情流感 文綺 你不是 小梁剛剛罵趙哥罵得跟真的一樣 沒有 我今天來算也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而且我很震驚你怎麼會來參加這個主題 其實我 因為你本身就是大天兵 他還沒講的 沒有 我跟你講 我這一次天兵真的是 第一次跟小梁哥合作 然後我就讓他等 你知道 有一次我們不是去馬祖嗎 不是 因為我們整個劇組常常在等你 沒有 去錄外景節目 對 去錄外景 然後我去那個馬祖的時候 然後我就睡過頭 然後我就讓小梁哥乾等 下一班飛機 他就一個人坐在那邊 然後另外一個女藝人就說 哇 我第一次來 你就讓我們等這麼久 然後我心情就想說 我根本就不是故意的啊 但我那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叫經紀人匯錢給我 我就趕快請他們吃飯 因為我不知道我睡過頭 那個經紀人發我七點半 發我七點半 然後我不知道說那個班機是七點半起飛 所以其實六點半就要到了 對 然後是我弟弟 把我叫起來 他說 欸 姐 經紀人那個 經紀人在找你 我說 怎麼了 他說 他說你睡過頭了 大家已經都已經到馬祖了 我根本不知道 我嚇歪了 絕對說 有點來不及了 是不是趕快叫個計程車就去了 當然 他堅持要開車 你也知道 開車就會有停車的問題 對 他超愛開車的 來不及了還要開車 這不是最重點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有一次我們去師大夜市出外景 出完了 大家都在車上等 因為下雨 想說奇怪 這個也來了 這個也來了 我們到底在等誰 因為張文綺還沒有上車 張文綺去哪裡了 張文綺在去逛那個飾品店 張文綺 一進去逛了一個小時 我們就坐在車上等了一個小時 他在演藝圈算是問神災星 對 就是我們去年那個 跨年演唱的金門 我是主持人 現在熱情掌聲歡迎 台語天后張文綺 他就會嘿嘿 然後蹦蹦蹦蹦 不是煙火 全場停電 為什麼 是因為你停電嗎 全場停電 全場就停電 為什麼演藝圈 史上第一支跨年演唱會 中斷20分鐘 就因為他一出場就停電了 怎麼會這樣子 沒有 因為後面有人踢到那個線 不是他出來踢到 然後 你知道 有這種踢到嗎 不是 你知道這個更瞎的是什麼 他跟我們說要休息20分鐘 結果我就趁這20分鐘去上廁所 誰知道他休那麼快 五分鐘就好 玉琳哥 我那時候還在廁所裡面 然後玉琳哥就說 那個張文綺準備要出場了 然後根本不知道我還在廁所 用力把他夾斷 真的 是喔 我還從廁所那邊公共廁所出來 那多尷尬 我突然想到 我有一次我還遇到張文綺 然後他穿了一個很漂亮的衣服來 結果他吊牌外露 499超大 然後他下去跟大家握手 我突然想到 他是主持人 沒有 因為我通常不剪吊牌 因為那件衣服我可以一直穿 然後以後要捐給人家的時候 也會覺得是新的 對 那當然洗我都是用手洗 不然就是送洗 我剛剛想到吊牌不要拆掉這樣 對 然後我根本不知道我吊牌是 吊在後面的 對 我就跟他講說 那個是我故意的 文綺感覺是天兵帶領 是啊 我們看神機大條是第一叫 然後第二則是什麼 反應太慢 反應太慢 有一些那種像我們這種 急性子的人 遇到反應慢的人 你會覺得說 哈囉 你是有聽懂還是沒有聽懂 怎麼都沒有反應 對啊 一般我們都不會這麼私離 OK 只有我啦 那是對我先生那樣還好 但是趙哥也受不了反應慢的人 反應慢很奇怪啊 我覺得反應慢也是一回事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因為在演藝圈做久 有的時候難免先進這行的助理 看到我們會怕 他們做了一點什麼小動作 我們有一點反應 我們沒有無心的 他們可能都會怕 我講一次那個出國那一次事情 就真的很離譜 當天講好 早上7點要到我家來接我 8點才來 啊 十了一小時 這一次幾乎就是 要很開很趕了嘛 對 基本上從我家到那個機場 速度開得飛快 都走路間 你看他很要求 因為那個 你都走路間 基本上那個罰款就不得了 那人去被抓被罰就不得了 我就已經很不爽了 好不容易 因為走路間比較快 到了 因為我跟你講 早上7點多 啊全部的人都在等你 你好像搞得像張文綺 不是 沒有 那天因為是拍戲 所以只有助理跟我 他不是跟劇組 那還好 所以在走那個 走那個路間的時候 我就已經很不爽了 因為這如果被警察抓到 警察還要在盤問 還要在開罰單 都拖時間了 還把你虛擬一頓 對啊 你身為公眾人物 你懂不懂社會責任 可能還要上新聞 做一個最壞的示範 滾 我們先講一下 你不需要把所有的私欲 私口全包 這個送包在我身上 我知道你對我不滿 我都知道 走路間 然後保持家隔離 然後 對 然後到我機場 我就終於有點不氣了 為什麼 可是時間幾乎就是來不及了 就大概離那個閘口要關 大概剩不到10分鐘 好 那因為我是商務艙 沒差 我就趕快拿我的護照 要扮 扮到她了 不給扮了 為什麼 護照皮跟護照分開的 你說什麼意思啊 怎麼會這樣 趙仙 這位同行的女生 她的護照皮 其實護照跟護照本 是可以分開的 照理說是不可以 可是分開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對 不可能啊 所以我就說 一般只是想到說 那趕快把它黏回去 你們回去啊 機場 怎麼黏 機場 機場應該有交代 不行啊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 老夫老妻 我跟你講 這都是在助理講的 所以那個助理這樣講 那個機場那個 check的那個小姐說 不行喔 我們不能這樣放你出去 因為你這個等於 是破損的 對 破損的 破損的護照 我聽了我就快瘋了 我說那我現在不進去不行 再怎麼樣我都要走 你可以不走 可是 我如果今天走進去的話 你也不用幹 對啊 其實我火已經這麼燙了 這樣子跟她講了 沒有我姓名是這樣 因為她是醒來的 那我走進去 你就不要幹 對我姓名就是這樣這麼想 後來我就跟她 因為她也是女生 對啊 好巧不巧她又是女生 所以我就心比較軟 就不但敢講太硬的話 我就說 來來護照給我 我跟那個女生講 你去啊 機場 桃園機場啊 你去三樓 三樓有個書局 我忘了是金石棠還是什麼 你去買 集中生智 你去買三秒膠 千萬不要用什麼膠帶什麼 你去買三秒膠 把那個縫 免起 你很好 試試看 有 有 你就幹 沒有就算 我說我不能等你 我要進去了 因為我真的要進去 所以我就進去 我只記得 我只記得 我進去的時候 艙門要關的時候 就聽到外面有個女生喊 等一下 進來了 喔 而且 進來了我就安心了 那她等一下的時候 她有敲 隆重登場 好 六月也下雪 喂 我 天洞帝亞 我講完了 謝謝 我講完了 然後她們 她們關起來 關起來以後 我當然就沒有理她 因為她不是坐我旁邊 她是坐我旁邊經紀艙 下了飛機以後 我問她 你怎麼解決 她說沒有 趙哥 你好聰明 你好厲害 我就買那三秒較後 兩邊黏一黏 就OK 可以進來了 我當時心沒想 她還稱讚你就對了 看到了 她鼓勵你 不是 我是在想 你一個要出門的人 你今天晚上 是不是就護照先看好 你怎麼會讓你的護照到櫃台的時候 是分開的 他有看嗎 前一天每樣事情都要檢查 對嘛 是不是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他有看啊 有皮 也有內蚊 都有 因為跟你們別在一起不是嗎 出國前不只檢查護照有沒有缺損 還要檢查日期有沒有過期 對 六個月以內就不能用 而且不是前一天 是前一個月你就要去仔細檢查這件事情 那是我們啦 我們做事都是這樣子 有些人他這個就是 很丁金的 不在乎細節 辛苦 對不對 凱希您過什麼事情 我要講張文綺 Oh my God 我跟她搭檔一個節目 然後有一天早上 就是全世界人都在找她 找不到她 然後我們打電話給她 她都沒有接 結果後來發現 她睡在另外一個棚 蛤 她以為她要去另外一個棚路 因為有時候會換棚 她以為她自己最早到 然後直接睡在那邊 然後全世界都在找她 沒辦法開路 然後本來我們的那個節目 都是在二樓路嘛 然後那一次 不知道為什麼改到 就是地下室 然後我就想 不知道為什麼 一定有原因的啊 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前一天 經紀人在發通告的時候 就已經會告訴我們了 對 會寫說在擠棚 對 但是我習慣 我就沒有去把它看完 細節 對 然後我一進去 就想說 哇賽 怎麼燈都是暗的 真好 我第一個到 難得我沒有讓大家等 她還以為她先到 對 我已經到了 不然其實書畫 或是工作人員 她每天會先開燈 就是我們會知道說 有人在那邊等我們這樣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我就進去化妝室 然後我就在那邊等等 然後等到睡早 睡早的時候 然後我發現奇怪 我怎麼越睡越沉 然後都沒有人叫我 我就要繼續睡這樣 然後她還繼續睡 她都不會覺得說 那我要把聯絡一下 我還沒有 我還真的沒有 一般攝影棚 如果你一進去 你會發現異常的安靜 燈也沒亮 那個時候就應該 是有蹊蹺了 對啊 而且譬如說她那個地方 鬧過鬼 我知道 我現在不知道 神經大橋 她有鬼在她旁邊飄 她也不知道 我也習慣了 我的身體我也習慣了 好 那Anyway 後來就有一個工作人員 就說 文綺 文綺 你怎麼會在這邊 你怎麼會睡在這邊 我心裡想說 不是錄影 我說今天是比較晚到 還是我太早到了 他說沒有 今天是在下面錄影 只有你一個人在這邊 然後我說真的假的 所以我已經遲到 他說對 而且大家都在等你 天啊 我那個時候我才知道說 我已經是一個人 我不知道我 就是沒有那個在 我對 你要講什麼 你確定跟你講的那個人 是工作人員 你確定 只有他看得到 對啊 你確定 而且你真的工作人 後來去調查發現 整個華市根本沒那個人 沒有人 沒有人 有啊 後來老一輩的華市人 調查出來 沒有 有那個人 20年前就過世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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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後來那個 工作人員怎麼知道 我因為二樓就是畫那個 道具間 是他們上來二樓發現 我睡在那邊 然後再跟通告的人講說 他發現我睡在那個地方 所以那個通告才跑上來說 好詭異喔 對 文綺你走 而且那個他還怕吵到我 所以他還很小聲 文綺你怎麼睡在這邊 就反正整個事情 我都覺得太鬧 因為我手機拿起來的時候 已經是二十幾通電話了 天啊 你手機也 聽到 都沒有聽到 沒有聽到 開靜音嘛 開靜音嘛 大家是習慣 他們那個節目 天台沖沖沖 就是偶爾會 我有一次也是這樣子 出了一件糗事 我們就直覺以為在二樓 我就跑去二樓 那氛圍不太對 我想說 是不是換了一組 那個製作團隊了 我們去就是 坐下來就準備梳畫了 然後就有人 因為一般梳畫人員 看到藝人坐下來 他也不管是誰 他就給你畫了 越畫越奇怪 我開始隱約覺得 我的妝好像比較像歌仔戲 我也不好意思問 我以為是 這是他的風格 我也不好意思惹 舒嬅不開心這樣 因為我不是蘿莉塔 對 那是後畫 他就畫著畫著 真的就是歌仔戲 然後我才說 我問一下 你們的妝都花這麼濃嗎 他說 玉琳哥 因為他開始對那個RUN DOWN 玉琳哥奇怪 這集沒有你耶 沒有我 你這是什麼節目 那個時候 冰冰姐 在華視開了一個節目 有一個單元 專門在演歌仔戲的 結果他們調到 通通通調到B4去錄影 然後我不知道 我一樣跑到以前 他們經常就是在二樓錄這樣子 就頂著歌仔戲裝 嚇到B4去 天啊 那也蠻特別的 好 我們來看第三條 第三條是什麼原因呢 過度天真 有些人就是好傻好天真 對 但是這種 如果發生在助理 或者是合作人身上 就很恐怖了 來 小梁哥 以前我有遇到一個 就是我史上遇到最瞎的 一個天兵的助理 那因為那個助理 真的不是我們面試的 因為那個助理 是我當時的老闆 介紹給我的 然後呢 怎麼會有這種天兵老闆 對 然後呢 真的假的 小梁小梁 你講得好小梁 好小梁 他就來嘛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經驗 那我們就請他 做一些基層的工作 那時候我們有一個單元 就是說 益智問答 那書的人呢 可能這個桌子 會彈出雨傘 那到後面就會淋雨嘛 那有的可能彈洗髮精 你就要洗頭嘛 那還不錯 彈牙刷 你要刷牙嘛 好 那有一天呢 我就去公司的廁所尿尿嘛 如廁完了以後 我就看到說 奇怪在洗手的時候 洗手台下面怎麼有一個大臉盆 臉盆裡面有泡了很多支的牙刷 那我想說 奇怪這個 這個是在做一個什麼樣的一個過程呢 為什麼要把那個牙刷拿來泡水呢 我就不了解嘛 然後我就進去辦公室就問大家說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洗手台 南側洗手台下面有個臉盆 泡一些牙刷在幹嘛 然後天兵助理就說 是我泡的啊 你泡這個要幹嘛 因為那個牙刷有什麼事嗎 他說沒有啊 因為那個牙刷呢 就是我們上次錄影的時候呢 大家不是都有用嗎 那大家用過了有點髒嘛 那我想說泡一泡 那下次還可以用嗎 我想說拜託 那個牙刷就是那種一次性的東西嘛 買得很便宜嘛 對啊 你怎麼會在那個泡一泡 然後下一次給下一次的特別來賓用這樣 而且泡很多天了 很故意生耶 媽媽 真的假的太噁心了吧 天啊 這很噁心耶 真的 這是真的 而且那是正好被他看到 因為在被他看到之前呢 原來已經很多次他都這樣幹 天啊 然後呢 那就算了 我覺得那種情人捕捉嘛 就是說你不懂 你每天比如說早點來啊 或者說你多幫大家的忙 大家也會覺得說 你是一個可用之兵嘛 對不對 反而沒有 每天給我遲到喔 大家都來了 你醉菜的你遲到 這個在職場倫理上 這個是不應該的嘛 那每次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遲到呢 他說沒有 我在家裡面有幫我準備早餐 我在家裡吃完早餐 我再過來 這樣 天啊 我就說那你可不可以請家人提早準備 然後你提早把它用完 然後準時來上班這樣 OK 對 然後語勸不聽就算了 有一次呢 那一個天兵的老闆就說 我們第二天啊 他就是我本人 我們要來開一個大會 所謂的大會呢 可能就是各個team 比如說熱潮店的team也帶 比如說慈善玩家的team也來了 女人我最大的team也來 我們要來宣布一個 節目部的一個事情 這樣 新的措施 明天早上10點鐘 大家就在辦公室大家集合 希望大家不要遲到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明天 這個是大家都要到的一個 一個場面 那可不可以 別team的看我們笑話說 欸 你看你們那個 紀律那麼散漫 怎麼還有人遲到 三三來遲這樣子 到底在搞什麼 我就跟他講 他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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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第二天早上10點 大家都到了 就他沒有到 而且你還特別提醒他 對 那他來了以後呢 我就說 你為什麼又遲到 大家都已經到了 那他那個嘴上還有一點 然後他跟我講說 小黃瓜 他堅持要吃完早餐 吃早餐然後才來 我說你這樣搞 你是不是 為了要引人注目 對 是切少愛還是怎麼樣 我講不聽 那你就是要引人注目 希望大家的目光都集中 集中在你的身上 我說那不然這樣好了 那我們坐著開會 你站在桌子上開會好了 真的 就在這個時候 然後我們那個 資深會計 對 劉姐 他走出來 然後看到那個天兵助理 站在桌子上 他也跟那個助理講說 你怎麼站在桌子上啊 趕快下來 不要把桌子踩壞了 他也真的站上去 後來我們才知道 哇 那個天兵助理 大有來頭 大有來頭 什麼意思 真正的富二代來的 真的嗎 你喜歡用富二代 你聽我講 還我清白 因為他們覺得我很蠻憨 怎麼會介紹這種天兵助理 到他們庭裡面去 對啊 殊不知他爸爸 是泰安溫泉的有錢人 這樣子喔 然後公司那時候 財務緊急 需要金主 欸 金主的兒子 你給我搞到 站在桌子上面 害我後面那筆 兩百萬下不來 太過分了 他可能家裡有幫庸幫他做倒餐 該說那個幫庸就是玉琳哥 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條 好 來 小梁哥 像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外置單位 就是會被電視台嫌 他已經嫌到沒東西嫌了 他就說 你們每次特別來賓就是發這些 發來發去就是這些人 你們不能發一些新面孔嗎 那我們那時候也很傷腦筋 要發什麼新面孔 新面孔就不會講話 對啊 好用的就是這些人 他會講的就是這些人 對 後來我們就想說那怎麼辦 那不然我們來看八點檔好了 那個演員 因為他每天都在演戲 真的 很少上綜藝節目 這個應該就是新面孔 新鮮感 有新鮮感 我們就看電視台 就看到一個班 欸 就是看到一個尼其民大哥 OK 知名小聲 很帥 很帥 然後我們想說 這個人 那他如果來參加我們這個節目的話 我們這個小節目真的是彭壁聲輝 彭壁聲輝 太棒了 那通告再發他的通告 我們就叫他通告 來 那個 這一集 下次這一集 你就發尼大哥來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他就去發了 很棒 下個禮拜要錄影了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 因為是出外籍 我們就在外籍那邊等等 我們就問那個通告說 欸 尼大哥咧 尼大哥為什麼還不來 那 說實詞 那實快 我們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尼閩蘭大哥走上來了 差太多了 都是尼大哥 我們講說 尼大哥來有什麼事嗎 沒有 那通告說 不是你叫我發尼大哥嗎 這個不就是尼大哥嗎 那很尷尬 差很多 天啊 然後還是照錄 那怎麼 就是 就是錄啊 那怎麼辦 那主題呢 合他嗎 不管 那是沒有主題了 對不對 不然你還能怎麼辦 放錯重點 算是有良心的單位 你們不會說 找藉口打發他走 不可能 看到了 你怎麼打發他走 對啊 我們有時候是真的 發錯人也會 那一到現場 我們就是 你怎麼打發 沒有那個主題就不行 那你怎麼辦 比方說那是很樣的東西 可是他就是資深藝人 對啊 就是 你要準備 背頭一份便當 你不要用嘴巴去跟人家空講 是 然後加兩根香蕉這樣子 大哥不好意思 我們那個通告出錯了 你這個便當跟香蕉 然後回去吃這樣子 他們會生氣一下下 還有一種做得完美一點 就是說 主題不適合你 但是我把錢給你 對 錢要這樣給 因為他已經到現場了 對啊 因為我們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 就是說 他人來了 不能錄 你起碼給一半 對 我還真沒遇過這樣的事情 發錯人沒有 沒有發生過 沒有 發我 這個圈圈姓趙了 大概就捨我 不一定 有一次我們也是要發你 來的是趙樹海 超難的 你怎麼說來趙又婷 趙又婷差太遠 趙又婷差太遠 你怎麼說趙樹海 什麼 你什麼意思 你什麼意思 趙樹海差我更遠 對不對 他年紀更大 對不對 他差蠻遠的 趙樹海跟趙樹海比較帥 你說真心 他突然間站在我面前 我嚇一跳 因為你真的發生了 對 你是不是覺得 他老夢老還蠻靈活的 很靈活 好快 要搞不定 很多老人的運動 我們來看第五條 來 第五條是什麼 白目不會看臉色 對 類似的事情 就是說 就是你每天來上通告的時候 因為有的時候 難免有睡過頭的時候 對 不是說每天 難免會有睡過頭的時候 有一天我就是在家裡面 然後一大早我想說奇怪 家裡面室內電話響 不是手機 室內電話響 我就趕快起來 然後去接 結果是我爸爸打來的 我說老爸你怎麼一大早打來 他說你在幹什麼 你還在家是不是 不是 我說對啊 這是家裡的電話 你還在家是不是 你到底在幹什麼 你今天要錄影 你不知道嗎 他說你現在是大頭陣的 是不是 你錄影都不用到 你這都要遲到早退 是不是 我說 我今天要錄影 沒錯 可是爸爸你怎麼會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你們公司的人都打到我這邊來了 完蛋了 我想說公司的人打到這邊來 然後他也是繼續罵 我說爸爸不好意思 我趕快趕快那個 趕快衝衝的應付他 趕快把電話掛掉 對不對 趕快洗臉刷牙就出門 我就坐在計程車上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奇怪 為什麼這個人會打電話給我爸爸呢 然後到了錄影的現場對不對 然後我就真的很氣 我想說你為什麼要這樣陰我 你知道嗎 我到了現場我就說 到底誰打給我爸爸 然後那個通告就悠悠的舉手說 我打的啊 我說你打 你為什麼打給我爸爸 他說不是啊 那我們打電話給你啊 你都沒接啊 打了好多通你都沒接啊 我說沒接 那你可以找經紀人 還是找誰打給我啊 他說不是啊 那我找不到什麼人啊 那我就看我的通告本啊 通告本上面寫第一個 梁赫群旁邊 梁修生 啊我就打過去啊 好 故意的啦 找不到梁修生 他就會打給梁二了 他會打給梁朝偉好不好 這個假的 石金幣 還是這樣 你知道梁二是誰嗎 不知道 我看你們笑我 我也跟著一起笑 老牌的喜劇演員 不是我說你為什麼這樣 你今天我知道我對不起 你可以打我 你可以罵我 你為什麼要打給我爸爸 對啊 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 他不是故意 他就是看那個本子上面量量 這也是夠白目 白目 而且怎麼敢打給人家爸爸 如果這是我爸爸 如果是我爸爸 才不敢打呢 一大早接到爸爸的電話 很恐怖耶 那通常是大條事情 對啊 對啊 我好像 你又發生什麼事了 沒有我好像也是這種 不小心白目到 因為那個時候 所以是你打的 不是啦 我有一次叫你吃你不敢吃的東西 就是我們去 反正就是台北一家很有名的餐廳 然後它有一碗那個 有一碗粥 有一碗粥 就是粥 粥裡面有雞湯 然後有雞湯 然後我就 因為他剛好要喝那個雞湯 他只能喝那個湯 他不吃那個雞 然後我就在旁邊說 兩隻腳不吃了 對 然後我就說 欸 爸爸那你喝那個湯這麼好喝的話 那個雞肉看起來一定就很嫩 然後我就叫他吃你知道嗎 但是我瞬間忘記他 就是不吃雞 但是他在吃的過程當中 他要 他臉有一點 然後我還問說 你怎麼了嗎 我還問你還好嗎 沒有 因為還在錄影你知道嗎 然後夢多一臉尷尬 然後反正他吃完之後 我就說嫩不嫩 好嫩 好嫩 了解 結束之後夢多就說 威琪啊你不知道嗎 小亮哥不吃雞啊 然後我就說 對喔 我時常因為這件事情跟他道歉 我都教他不能吃的東西 不是 他有時候在旁邊插畫 插得非常奇怪 比如說三個人嘛 一人一道菜嘛 吃要講口感嘛 比如說第一個是煎的牛排什麼 安格斯黑牛 哇 很棒的那個牛排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吃就講話 哇 這個哇真的 你咬到哇裡面好汁 什麼 一直形容嘛對不對 然後他就在旁邊講說 欸欸 那那個紅椒呢 那個紅椒的口感 啊 紅椒是配菜 誰會講紅椒 誰會講紅椒 有什麼特別好講的你告訴我 然後夢多夢多 夢多吃的是那個咖哩雞嘛 日式的咖哩雞那個麵嘛 然後他吃 哇 那個雞肉好嫩喔 哇 那個麵 哇 天啊天啊 然後他就在旁邊說 欸 那那個秋葵呢 秋葵的口感 秋葵也是配色 所以張文綺就是很妙的人 是啊 很可愛 今天是我們的天兵代表 天兵常常不知覺就害慘大家 其實有一個人不是故意的 他天生就這麼可愛 對 這麼白目 他有的時候是被天兵也會 對 所以呢 不管你是天兵還是扁是天兵 大家盡量都不要讓自己 有天兵的行為 是 對啊 好好做人 好好做人 你講這什麼話 好好做人 要冠冕堂皇 你知道嗎 我每集想都有冠冕堂皇 死我會很痛苦 贈能量 贈能量 下個空間 好好幸福自己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